本章主要讲的是,当初我上的课就是所谓周文贤大师他的课程设计 那时候我上计量经济跟时间序列分析的时候,我们到底上了哪些东西 各位可以看,第一个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部分老师一定会讲一些计量经济跟时间序列的分析简介 包括一些基本概念,系统方程式,资料跟变数之间的分类 跟计量经济的范畴,还有时间序列的范畴 那当然也会煞齿的简介 那接着部分的话,就是每一个程式的部分 包括一些自我回归模式啦,多项次地沿落差回归模式啦 然后融合时间序列与模棚面之料模式 然后再联立方程式模式 还有包括一些目标搜寻及控制分析模式 跟趋势预测模式,时间序列分解模式 还有ARIMA跟ARIMA转移函数模式 跟季节性的ARIMA模式 跟普系分析模式,跟状况分析模式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一些SARS的使用用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他的教法是非常快速而且非常严谨 而且最主要来讲 其实上课真的是感觉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在毕业的时候 因为基本上来讲那时候是旁听嘛 那旁听的部分的时候 不用写功课 所以就比较轻松 那老师也曾经讲过说 如果我们要写功课,他也会帮我们改 这是非常有趣的 甚至他要求说 基本上来讲就是 如果他帮你改 只是说他还给你分数 然后只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没有学分的这个方式 所以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所以说我们常常讲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一直保存到心 那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 不能再去跟老师崇尚一次 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总是认为说 好人应该要很长命才对 总是觉得说 未来还有很多学习机会 可是经过此次之后 我发现其实很多事情的话 人生的憾事都是由于说 你未能及时掌握 但好在那一个阶段的时候 学得还不错 再加上说 其实我三不五时有空的时候 我会把一些旧的讲义再看一遍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敲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